《八萬同居》裡面就是飾演Sobie Sobie其實就是一個 我自己覺得她是經常都很害羞的 然後她很溫柔的 然後花姐形容她為 對著老生的湯很斯文、很有禮貌 就是這樣 對呀,我的Sobie就是這樣的了 而且她的髮型很奇怪 她的造型有點像一些卡通人物 撩起了兩邊的角 這個造型也是故意為這套 我形容為荒誕 大家做的東西都是很猜不到的一套劇集 所以這個造型是故意為她而設的 原來《八萬同居》計畫裡面的角色叫做燈仔 傳名叫吳趙明 這個角色呢 Physical 上應該是高大 威猛 不是,也是 真的大隻一些 所以我也為了這個角色而故意操大隻一些 因為她是一個搬運工人 維修汽車師傅 駕駛車 一些勞動力一點的工作 她會做多一些 所以我也要大隻一些 聽說你有些性感演出的 你是不是 對,因為那個角色裡面是一個 大家覺得都偏向英俊 但是他自己不覺得的 所以就很適合做一個model 所以戲劇發展裡面 阿燈仔會嘗試做model的被迫 今次就有一個 我和Jeffrey的一個浴室 場面是致敬大叔的愛 那一場就是 Jeffrey接觸我 對 算是一個致敬的場口 和Edan很著名的場口 對 但是那一場都挺荒誕的 戲裡面你看到Trailer出來 其實大家都是 很大動作、很大聲 很不貼近人的一個 一個荒誕家族 我覺得Storyline的戲劇發展 是一個荒誕、荒誕的感覺 所以大家不要太認真地看 那就更加輕鬆 我昨天看Trailer 我看到自己摸下了 對 出了一個Teaser 然後我有一幕 我避開的小強 但是我又穿著襪子 我在家裡滑低 那個是真實滑低的 不是戲劇來的 絕對不是戲劇 因為有很多粉絲問我 喂阿燈仔你做得不錯 跌得 但因為真的滑低 真的一眼打到我 我身後的威艾 雖然犧牲 辛苦了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 這樣